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冯素珍心细心上悬 在成勤当日吃了乞丐老太太 给的洗饼便死去了 可东方圣小猴爷执念太深 亦是与死去的冯素珍败了天地 驸马的第一次婚礼就这样结老 乔正宇饰演的小猴爷很帅低 冯素珍死后 冯素珍的静目突然死去 父亲也在聚变的打击笑变得丰沸颠颠 不可一世的冯素 从此成了不祥之的 死而复生的冯素珍怀着血海深仇 女扮男装来到京城 化名冯少年参加科套由皇帝清点位新科状 后不料却阴差阳错被公主选中 成了公主的驸马 而驸马也在皇帝的赐婚 下结了 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婚 女扮男装娶公主重头戏啊 驸马身份败露 公主发现驸马就是冯素珍 为救冯素珍他们演了一出女驸马的戏给皇帝看 不料皇帝 大怒 要处死冯素珍 这时一直在台下的李赵婷挺身而出 说他就是戏里的那个李公子 冯素珍的先上人 他要与冯素珍同生死 二人被绑在断头台上 冯素珍父亲赶来 在断头台上为他们举行婚礼 就这样驸马结了他人生中的第三次婚 不愧是驸马 每次结婚都很轻盼 小时候看着就只是觉得好看 有很多地方其实并没有看懂 最近小编在二刷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是不为据 皇帝可以公开拍卖宰相之位 新皇帝登基应是八万岁万岁万万岁 改成了木鸟飞木鸟飞木鸟高高碑 派遣对金子情有独钟 就连公主获取信息都要付费 情节欢托可谓天雷滚滚 虽然剧情欢托 路动百出 但演员颜值 演技全程在线 皇帝饰演的冯素真气质高扬 女扮男装的冯烧民更是个美男子 就连隐形局局都是英气十足 当年真的被敬业到了 韩同生饰演的太监为尿而笑 那兰花鸡一笑 真是绝了 还有一剑飘红 你是因为和公主分手了 才跑去做了无偏尊者吗 乔振宇当年又帅又萌 他饰演的小猴爷 总是简单粗暴举出惊人 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猛男 却不懂女人心思 权力和金钱财是婚姻的补品 大补 小猴爷你这句话傲娇又呆吗 你知道吗 其实小猴爷也不错 最后为了保护爱的人还牺牲了自己 当时还真的希望冯素珍能和他在一起呢 话说驻马 英俊潇洒 文武双全 结局恢复女装和吕赵婷归影 还真是舍不得 真希望他永远男装作驸马 最后 此剧虽雷 但他依然是童年的记忆 是那个时代无可取代的经典